法国思想长狼 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他出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孟多维 一个地中海边的城市 从加谬的作品当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地中海的阳光与阴影 他常常被人归为存在主义思想家 但他本人否认这一点 不过我们从他的作品当中 确实能发现存在主义所关注的命题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从今天开始 你给听友们介绍加谬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开始进入了存在主义的领域呢 可以这么说 加谬在一般的文学归类中 常常被归入存在主义的范畴 虽然他本人几次否认 他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关系 不过呢 把他归入存在主义是有道理的 他的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 确实反映了存在主义的关注点 比如他的名言 人是唯一能拒绝像当下一样生活的生物 这就和萨特提出的那种呢 只有人能够自由选择 摆脱当下的存在状况 和这个论点 它是一致的 这类的例子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 是他的创作的主旨 是揭露人的生存的这种荒谬性 同时呢 又指出摆脱荒谬 要依赖于人的反抗的自由 这种直指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 和存在主义应该说是 意趣相通 而且呢 他以文学介入社会生活 也和当时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群呢 是步调一致的 加密欧1957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托尼朱特曾经评论说啊 说他的风度 他的关怀 他拥有的广大读者 以及他在巴黎公共领域 无所不在的身影 似乎凝聚了一切 最典型的法兰西特性 体现文学 思想和政治介入的结合 汉塔阿伦特在1952年 写给丈夫的信中说 他说 昨天呢 我见到了加密 毫无疑问 他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 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 这些评论呢 确实反映了在四五十年代中啊 加密尔在法国的崇高地位 但是呢 加密尔也有一段时间呢 他的地位啊 下降 主要是因为 加密尔他拒绝复合 当时法国知识界 时髦的那种左倾风尚 他抨击苏俄制度 和斯大林的专制暴政 和萨特等人相比呢 他显得是个右派 而当时年轻人呢 是跟着左派走的 结果呢 加密尔自己 反倒成了知识界的局外人 但是加密尔始终坚持 知识分子 他应该承担起道德责任 在一场呢 有萨特 马尔罗 库斯勒 参加的讨论会上 加密尔他就问 他说 你们不觉得 我们都应该对价值虚无负责任吗 假如我们都抛弃了尼采主义 虚无主义和历史现实主义 那会怎么样呢 假如我们公开承认自己错了 又会怎么样呢 假如我们承认世上有道德价值存在 我们应该为确立彰显道德价值 克尽职守 又如何呢 难道你们不觉得或许希望会在这里萌芽吗 从加密尔的这些问题当中 能看出他思考的角度 不过你还是先给咱们的听友 介绍一下加密尔的生平吧 好 我们先讲加密尔这个人的成长过程 然后再分析他的作品 加密尔的这个家庭背景啊 应该说是既简单又复杂 说他简单 因为他父亲呢 是一位参加一战的老兵 1914年就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了 他母亲呢 是一位居住在法属阿尔及地亚的普通妇女 而且连字都不认识 说复杂是因为这个家庭的血统来源复杂 他父亲是法国阿尔萨斯人 他母亲是有西班牙血统的法国人 又住在阿尔及利亚 所以这种复杂的血统背景啊 让加密尔一生都有一种追求归属感的冲动 也让他时常的炫入迷惘 感到无家可归的孤独 更不幸的是啊 他父亲阵亡以后 他母亲呢知道了这个惨训 一下子啊就失语了 后来恢复的也不太好 话都说不清楚 那么母亲无依无靠呢 只好回到娘家 一大家子人是挤在一个小居室里 加密尔就是在这种贫困 失户的环境中呢 长大的 令人惊奇的是啊 这种贫苦的环境并没有让加密尔产生一丝的自卑 相反到养成他灭世权贵 饥饿如仇的性格 让他一生都把正义和自由当作最重要的价值 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呢 他写到贫穷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种痛苦 为纠正自然产生的麻木不仁 我把自己置于贫穷与阳光之间 贫穷使我看不到在阳光下历史的长河中一切都美好 阳光使我知道历史并非就是一切 加密尔的传记作者啊 罗特曼他说 一个贫苦的小男孩 正因为有了阳光 有了大海 才能幸福的长大成人 加密尔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呢 他也多次提到地中海南方的阳光给他的灵感 加密尔曾在他的小说中呢 写过一个情节 据他的外祖母说 他父亲呢 曾经去看一个杀人犯上断头台 但是呢 他看到这个可怕的行刑场面之后呢 回到家里就呕吐不止 据此呢 加密尔他一生啊 是坚决反对死刑 甚至和他的战友同事 发生冲突 以至绝交 总之啊 加密尔自小 就是一个朴实 自尊 仁慈的人 他的秉赋呢 和他的创作 融合在一起 可以说是文如其人 那加密尔受的是什么教育呢 像萨特 雷蒙 阿龙 波夫瓦这些人 可全都是巴黎高师的毕业生啊 你的这个问题啊 问得很重要 这是加密尔和他们的不同的 重要的一个区别 这加密尔是根本就没受过这种精英教育 他上的是啊 阿尔吉尔的普通中学和大学 后来他因为患病呢 也就没有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可以说教育的背景不同 使他和萨特那个精英团体啊 不能彼此理解 他甚至还遭到过萨特的嘲笑 他上的小学呢 是阿尔吉尔贫民区的小学 但是他的老师呢 路易日尔曼 看出加密尔的天才 他很喜欢加密尔 对他格外的照顾 后来加密尔把他的诺贝尔奖的文学获奖词呢 献给了他的这位小学老师 在加密尔小学毕业的时候呢 正是热尔曼老师找到加密尔的家人 反复强调啊 必须让加密尔上中学 那个时候贫穷家庭的孩子 小学一毕业就要去工作挣钱养家糊口 但是热尔曼老师坚持让加密尔上学 他说呢 他可以去为加密尔申请奖学金 那么终于加密尔就考入了中学 进了格勒尼埃老师的哲学班 可以说呢 加密尔的这个哲学根基啊 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 那么这与在德国去读现象学的萨特相比呢 加密尔的哲学教育呢 是比较一般化 比较薄弱了一点 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他得了肺结核 养病期间呢 他就大量的阅读 特别是阅读记得的文章 他呢 非常崇拜记得 并且开始发表自己的文章 1935年 加密尔大学毕业 开始对政治感兴趣 受当时的这个左派 反法西斯阵线的影响呢 他参加了共产党 入党的理由呢 是加密尔是这么说的 我有强烈的愿望 希望看到使人类悲伤痛苦的现象 得以减少 可以说呢 这同样的一句话 也是他后来被共产党开除的理由 因为呢 他尖锐的批判斯大林 发现这共产党呢 成了增加人类悲伤和痛苦的原因 1938年 加密尔成为 阿尔吉尔共和报的记者 同时开始准备他的荒诞系列 也就是小说局外人 哲学随笔 西西佛的神话 剧本卡里古拉 好 下次呢 我们就开始分析加密尔的作品 好的 那就谢谢赵越胜 谢谢 各位听友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 是赵越胜的法国思想长廊 第122期 介绍了荒诞世界的反抗者 加密尔第一节 第中海之子 本次节目 由索菲主持 毕竹力的基础制作 下个星期天的 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